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這個世界真是吉人自有天上 特朗普的主診醫生康里昨天出來宣布 說特朗普的情況若然持續好轉 最快在美國時間星期一 他可以正式出院 返回白宮繼續接受餘下的療程 這個消息當然惹來了美國的一班所謂自由派 和大陸小粉紅的咬牙切齒 因為這班人恨不得特朗普馬上報道 現在肯定事與緣為 古代有神龍常伯草 美國亦推出了特朗普 三劑藥三管齊下 很快就見效了 首先第一劑就是特效藥 瑞德西偉專醫武肺 第二劑就是用了雷固醇地塞米蟲 第三劑就是主診醫生炮製的雞尾酒療法 所以特朗普真是新鮮事 自己來試一試它 證明這些藥是有效的 至於他現在並未完全康復 返回白宮之後還要繼續吃藥 只不過他出院這一刻的象徵意義就大了 因為這樣就可以向國民展示得到 他的健康狀況是沒有問題的 無礙於他繼續執行總統的職務 也不需要將總統的權力移交給別人 這樣對於共和黨和特朗普的支持者 有提振士氣的作用 此外他又在旁晚時份發佈了一條新短片 在片中他稱讚醫護人員的敬業精神 而且還要對他們表示感謝 還有的就是 他說因為感染武肺而住院的經歷 就好像去了一間真正的學校 令到他對於武肺有了更多的認識 他說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他會把這次的經歷告訴大家 大家聽到他這麼牙尖咀利 大概都應該是好了七七八八 除了拍短片以外 特朗普還坐車去軍醫院外出巡 向他的支持者揮手致意 當然這個行為又引來了一群人的批評 除了那群自由派一貫批評他之外 還有就是軍醫院裡面的醫生也有人批評他 其中一個醫生就罵特朗普這樣做show 使得車裡面的每個人都要為著他的非必要出門 而隔離14天 這群人甚至乎會因為這場政治show而掛柴 這是瘋狂的行為 但是康里就說這些已經得到了醫護人員的批准去做 實情自由派那群人真的很搞笑 先頭就擺了很多陰謀論出來 又說特朗普是批評做假 怎麼做假呢 後來白宮很多人都出事 現在連參議員也有兩個說出了事 難道全部集體做假 是事實的就是事實 證明了不是流的 但是這群人有沒有向特朗普道歉呢 當然沒有 現在這群自由派又隨著醫生起舞了 又說他這樣非必要出門 什麼什麼什麼 你們不是說假的嗎 現在又變成真嗎 又變成會令其他人受到感染瓜柴 這群人的批評真的是一時一樣 不如索性就承認 你都不喜歡特朗普 你罵他樣子好過 反正都是撥虎馬街 反正都是沒有道理 反正都是不講事實 無謂搞到自己很有道理 很有邏輯 整群人亂來 不喜歡特朗普沒有問題 就不要投給他 問題就是不應該說到好像很理性 實質上就是非理性 這個又批評 那樣又批評 開頭又說假的 現在又說真的 還會害人家死亡 沒有那樣說那樣 真是 全部裏面的人做足防護措施 哪有這麼容易死亡 如果是這樣 醫他的人都死亡 簡直是 接著再說特朗普 疑似給他的幕僚長出賣 CNN前陣子多次引述了一位 匿名白宮官員的消息 每次披露特朗普的病情 後來發現 原來這個人 就是白宮幕僚長梅多斯 他最近一次對外爆料 就是說特朗普實際的病情 就比起主診醫生康里 所說的情況嚴重得多 實際上這個幕僚長如果真的 是他做的話 就很沒有道德 大哥 一個人的病情 怎麼可以這樣走出來說 是不是 就算你說不是 這是牽涉到公眾利益 你實名說什麼 是不是 你又不是你匿名說 屍屍屍屍屍 就算你說他真的發燒 或者怎麼樣 康里也出來交代了 他退了 是不是 他可能是特朗普的時間 退了消息出來說 這個是有特朗普自己的心意 有他的考慮 他也可能是很想營造一個強人的形象 就是激倒了武肺的形象 也不奇怪 這個有他的政治考慮 而且事實上他現在就是退了消 還有什麼好說 你等一下又說 24小時之前 如何如何 你不如搬到鹹豐年出來說 是不是 作為他的下屬 就應該幫他排休解困 才是 怎麼會為他添煩添亂 只是同一陣型 而且後來美聯社和紐約時報都證實了 他們所引述的消息人士就是這位梅多斯 有時候特朗普看人的眼光真的有多少問題 請不請就請著這些大嘴巴 周圍把他的資料四散 我相信特朗普在好以後 很快就會整治梅多斯 實情他不應該這麼多嘴巴 康里作為一個專業的人士是醫生 他也批准特朗普出院 那你梅多斯是醫生嗎 你是政客 難道你的醫學判斷是專業得過康里 最後就說一下民意調查結果 昨天全國廣播公司NBC和華盛頓郵報 公佈了聯合的民意調查結果 說出來的結果大家都不相信 他們就說拜登在全國範圍領先特朗普的百分之十四 後來就被人踢爆了 原來這個民意調查在採樣上是有嚴重的偏頗的 在他們的受訪者當中 有百分之四十六的人是支持民主黨的 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人是支持共和黨的 其餘那些就是無政黨傾向的 支持兩個黨的百分比是相差百分之十一 本身這裡都差了百分之十一 所以現在調查出來 就差了百分之十四那麼多 兩個人的支持度 別人另外再舉了IBD的民意調查出來 別人的調查結果就是拜登領先百分之三 他的採樣是怎樣做呢 百分之三十八的受訪者是支持民主黨 百分之三十四就是支持共和黨 這個距離就差得少了 相對來說是比較客觀的 你這樣採樣是完全不科學 我不是因為要支持某一個候選人 我有一個主觀意願 而覺得拜登領先百分之十四是不可能的 絕對不是這樣 我自己都傾向相信 拜登在全國範圍的支持度 是小幅度領先特朗普的 甚至乎在正式的選舉當中 拜登的普選票多於特朗普也不奇怪 但是美國是行選舉人票制度 就是要保障人口較少的州份 所以你說民意調查 說拜登領先百分之十四 我覺得是相當偏頗 而且是絕對不科學的 另外隨著選民登記截止的日期 根據過去幾個月的數據顯示 共和黨在新增選民裡 數量上是遠超民主黨 尤其是在2016年的大選當中 特朗普有六個州份 所贏得的選票是不超過百分之五的 現在共和黨就加緊在這些州份 做選民登記 鞏固的票員 比如說在佛州 2016年特朗普就贏了十一萬二千多票 加陣市 今年共和黨新增的選民 已經有十九萬五千多人 民主黨就只是增加了九萬八千多人 其他無政黨傾向的選民 就是六萬九千多人 所以共和黨在加固票員方面 做得很足 另外在賓州上屆 特朗普就贏了四萬四千票 今屆登記選民就厲害了 共和黨在六月至九月期間 就登記了十三萬五千個選民 民主黨只登記了五萬七千多人 所以裏頭又爭了接近七萬人 共和黨真的在這些州份裏面做到 加零一 所以民意調查說 拜登領先百分之十四 你不如在民主黨的票倉打電話吧 我想領先百分之八十 這次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